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i带你飞 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下跌后会反弹吗 那我们来看比特币的走势 来到比特币天土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6点26分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比特币呢 都还是沿着这个趋势线 没有跌破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呢 有提到这个很重要的支撑 为什么我之前会在这个位置去进场做多呢 就是因为他连续几天了 都没有跌破这个支撑线 所以这个支撑线呢 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线 而在昨天呢 你可以看得到他插针回到来上方 都没有收盘在这个支撑线的下方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而今天的收盘呢是回到来这一个位置 那现在该如何进行操作呢 那我的看法还是一样的 就是短期看涨逢高做空哦 最安全的都还是逢高做空 而且之前呢我有提到逢高做空的位置呢 你看他在这里是一个一直都没有突破的一个位置嘛 所以就那时候呢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做空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来看哦 如果接下来他是沿着这个上行通道去走呢 那也就是有机会呢 在更高的位置呢去做空 也就是一直等待的一个位置 在22892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阻力位置 所以我的看法呢 可以等待更高的位置在这里这个位置去做空 他接下来要是跌破这个上行通道 也跌破这个支撑线呢 那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那为什么我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是看空比特币哦 来我们复盘一下 以之前的这个走势 那你可以看之前 其实都一样的有出现这个上行通道 那跌破之后呢 就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后来也是形成一个上行通道 也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呢 这一些上行通道走势呢 都是雄期哦 雄期呢就是跌破后 形成一个上涨 然后再跌破继续下跌 然后继续上涨 然后再跌破再继续的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除非他是突破啊 你可以看留意这个很重要的阻力位置 如果说他接下来获得支撑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获得支撑 没有创出新低哦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没有创出新低 都是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他要是获得支撑 有很大的机会呢 形成一个W 要是突破 接下来呢 还会继续的上涨 测试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那除了这个趋势线以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趋势线 在这个位置 好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你看这个趋势线这里 我之前其实也是有划过 好之前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非常关键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 在这个位置有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呢 就是逢高做空 接下来呢 还是继续看空到更底部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要去注意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位置啊 目前你需要去留意的 就是这两个位置 这个支撑 啊没有跌破呢 都不会进一步下跌 都会在这个位置 可能在反弹后 再跌破继续的下跌 所以逢高做空 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哦 只要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没有突破 如果接下来 他是突破收盘在上方呢 那继续上涨概率非常大吧 那如果你是在底部 这个支撑的位置有做多呢 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 好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目前在于比特币来看呢 你需要注意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好 那其实盈亏比呢 在于底部做多 顶部做空呢 盈亏比都不错的 止损设置好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去看 4小时图 我们来看比特币 4小时图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为什么比特币到了这个位置 就开始下跌了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飞波奈奇 从顶部到底部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是测试这一个 0.382的位置 在这里这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比特币 只要他在下探 这个支撑位置没有跌破 插针再次的回到上方呢 都还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我所讲的 冯高在做空 接下来呢 就是下跌 因为现在整体的趋势 刚才有给大家看到了 对不对 就是只要他没有突破站稳在上方呢 整体的走势呢 都还是以看空做空为主的 主要就是因为 他走出的这些形态呢 都是一个雄奇 所以下跌的趋势呢 是还没有结束的 只是他不一样呢 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创出新低 你看在这个支撑位置 所以接下来 要是他再次的插针 回到上方呢 就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然后接下来继续的上涨 逢高做空 然后拿到更底部的位置 那我们也可以去留意 就是你在底部的位置去做多了 比如插针回到来做多 那你可以去留意 0.618的位置 你可以去拿部分的盈利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他会不会找到更高的位置 然后再做空 就像我之前告诉大家的 底部的位置可以做多 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三角星 跌破也是一个做空的机会嘛 所以现在 大家可以耐心的等等 再看一看 他会不会多一次的测试 然后再回到上方 然后你才借这个多的机会 那其实借多呢 在这个行情是很高风险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你的仓位管理 拿到顶部的位置去做空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做空的一个机会 所以盈亏比也非常好 要是在这里做空了 他跌破 那继续的下跌呢 这个盈亏比是非常好的一个盈亏比 好 所以比特币的分析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去看以太币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bybit的推荐码去注册一个账号 充值有3000美金的福利 币安OKX和火币呢 都有20%的反线 如果你要加入我的会员群呢 点击这里加入 带你飞会员点击加入 社群呢 就可以进入discord的群株了 好 好我们现在去看以太币好 现在来看以太币的4个小时图 我在上一期影片有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去接多以太币先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到 这个很重要的支撑线 对吧 我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 而且为什么是这个支撑线呢 从底部到顶部的位置 好 有告诉大家就是0.618 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他是没有跌破0.618的 所以上一期影片呢 我提到千万不要去接多 就是他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测试了 这一个支撑 然后也收了回去 这个0.618的上方 那继续上涨的概率是不是非常大呢 那我的看法 你可以看 其实以太币是非常标准的 就是因为他都是沿着这个 箱体震荡 好我们现在去看天图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天图 那在天图你可以看他是不是很漂亮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天图的箱体震荡 所以这个箱体震荡呢真的是蛮不错的 从底部呢 你可以去做多 顶部可以去做空 一样的底部做多 然后到顶部的位置呢 一样就是做空的 那除非他是突破还是跌破 收盘在下方 以天图来看哦 他都不曾收盘在这个支撑线的下方 你可以看他碰到了是蛮多次的 都没有收盘在下方 顶部呢也是一样的 你看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短线操作就可以了 短线就是逢低做多 逢高做空 盈盔比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在底部的位置 如果你有去借多了 止损设置好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再次的上涨 测试这个位置呢 就需要多加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有去画上了这个趋势线 我告诉大家就是他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要去留意的 所以你还需要去观察 他会不会突破 然后上涨到这个位置 再进入这个孔单 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他会不会 就是突破这个阻力线 所以在于天图你需要去关注的就是 底部的支撑 跟顶部的这个阻力线 那还有就是这个趋势线 他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所以可以去留意的 有可能他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趋势线 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他还会沿着这里继续的走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方向的 哦 还是要等比特币和以太币呢 再选一个方向 再出这个比较大的波段 他就跟之前其实是一样的 你看他也是一样的 他测试测试是不是测试 然后跌破呢 再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所以是一样的 现在也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 只要他出一个方向是突破上涨 还是跌破继续下跌呢 我们等他出了这个方向呢 再进行这个比较大波段的操作 那以目前来看呢 他都还是位于这个位置盘整 所以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的 然后总结比特币和以太币的这个分析呢 都还是在这个震荡区域里面 是还没有离开的 所以一样是短线操作 逢低找机会做多 逢高找机会做空 如果说他是突破还是跌破了 止损设置好就可以了 都还是一个短线 他还没有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到底接下来他的走势呢 会是如何 好那我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 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好吧 还有就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